今次晚了少許開場 因為我下班下午了 吃飯也要吃 所以變了遲了少許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不過今集一開始的 就是不用多說了 基本上都已經來了若干鑊 本身大家也見過他一些精彩的作品 怎樣也好 循例介紹一下 我是無形有工作坊的Thomas 基本上應該預料到 不是豪華版的Ironman 我都噴過了 豪華版你也可以照樣噴 不過今次要介紹的 終於不是Ironman 不過其實也玩過之前的一些Ultra Suit 今次就是在人氣方面 極度高的Zero Armour 是的 之前我也砌過一隻七星盒 另外還有一隻Ace Ace 這隻基本上就是我第三隻 製造的羽毛道超人 我來打斷你一點點 今次你組的Zero跟之前組的7和Ace的感覺 有沒有進步到還是有其他感覺呢 組合度會是高很多 例如對上七星盒那隻 腳的位置比較難摺到小腿的問題 這隻就解決了 是的 Bug 也是有什麼大力金剛子的感覺呢 也要大力一點點 其實它說明書也有說 其實它所有的關節連接位 即是說是腰部接著上胸部 腰部接著腰部 這個部分 它那個波瘡 說明書也有說 是要拍到有拍一聲 這樣就很穩妥了 你的手指就拍一聲 所以要大力一點點 好 今次看看羽毛道的Zero Armor 次元無方 其實坦白說 如果就外形來說 我相信都不需要特別擔心 再加上Thomas今次用了銀 金屬藍 金屬紅 除此之外 灰色是否有沒有特別再需要搞 因為我看見好像是PU 灰色我也噴過 灰色我也噴過 是不是PU件來的 不是 都一樣是硬膠的件 變了不需要特別擔心 噴完之後會裂掉 所以變成整個東西 加上透明件 不能夠頂 它的膠都硬正的 噴完整完之後 其實我又用雙星發狼油做滲線 很多時候如果是Bandai件 接觸發狼油 或者白電油 會裂掉 但它就OK 給大家看看背部 索性轉一個圈 當然大家可以留意Thomas的手工之外 都可以看看Zero本身的造型 是怎樣的 大家有興趣入手的話 絕對可以找Thomas來做參考 轉一個另一圈 唯獨我是改了一種顏色 這是你的icon 這是我的icon 所有超人的尾龍骨 我都是要金色的 顏色方面有沒有特別推薦給觀眾 都是自己選擇還是現成的 不是我用現成的 我用摩多的紅色用了它的赤角 藍色用它的青角 銀色就是Zero銀 不過阿德哥你講開油 其實有件事都想和各位觀眾推介一下 如果你是喜歡噴金屬色 這次我用了摩多 有一個叫做光澤的底灰 光澤底灰嗎? 是的 這是一個很好用的產品 其實我們上色之前 我們都會先噴底灰 而上這些金屬有的 之前無論我噴Iron Man 之前的出星盒 那個步驟就是 先上黑色的底灰 然後再上黑色的令黑面 然後再上銀色 紅色、藍色等等 那它那隻光澤的黑底灰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我一個步驟 一個步驟 就已經做了底灰和光澤黑的效果 咦? 還要噴一層 還要噴一層 就已經可以上銀色 這個很驚訝 其實時間會節省很多 加差你會節省很多 至少少了一層灰 沒錯 而且不會噴到那一層那麼厚 以前或者我要噴四層 我才可以上銀色 現在我一層光澤黑色的底灰 銀色、金屬紅、金屬藍 你上了多少層? 各兩層 哇,OK 是的 其實我這樣計算 其實你一層的話 都已經可以做到一定的效果 即是沒有那麼出 如果再噴多一層就變成像現在那麼實 是的 是的 已經可以了 而且這次這件的配件也挺多的 這是其中一個形態 這是基本的形態 沒錯 但其實它還有另外一個形態 就是這個 是,沒錯 下面那個 好,看到 它也有些配件 其實如何由這個形態變成那個形態呢? 就是它會多一個胸甲去換 另外它會多了一份背包 多了一份背包的件 然後再加在後面 是的 另外它有兩把劍 它有兩把劍 大家不要看錯它是高達 是的 那麼它這把劍 都可以插在這個背包上面 真的是高達 做一個準備的狀態 是的 還有是換肩膀 是的 那就已經是變了另外一個 是Ultimate Zero 如果大家有追開這個原主的話 都知道本身Ultimate Zero 都算是ZERO 即是插了遠古超人的能力 而變成它的外甲 這次也在這個ZERO SHOOT 也將這個Ultimate Ultimate Zero的形態 簡直是誇張地重現 或者索性現在Thomas 拆一拆它 看看如果Ultimate Zero是怎樣 是 變這件 是大家挑戰一下 變這件就有點難度了 因為我噴完之後 其實它的組件就變成實了 I see 是的 所以我也建議 如果大家是真的 選擇一個形態 喜歡儲存的 要麼你就選擇一個形態 明白 如果想兩個形態 都兼用的 就兩盒 不用想了 所以這是最好的選擇 既然已經噴了 或者壓迫 我們也 close up 本身 say 譬如說外甲是怎樣 這個是胸口 這個是背脊 銀色和點絕的透明藍件 本身應該安裝在肩膊上的外甲 也有工具 不斷地動一動 看看可動性如何 好啊 不過多一句 記住 如果大家噴好了的話 我都不建議大家亂動 因為有多大機會會刮 那些膝蓋就不太好 那隻手除了可以上下動之外 它更多一個關節位 是可以這樣推出推入的 嗯 因為方便它做十字死缸 做十字死缸 是嗎 不太熟了 因為我自己有小提議 超人 腳這些位置 都是可以 可以屈曲的 最盡就屈曲到這樣 90度 90度 嗯 是的 我記得這裡還有一個關節 應該可以照樣動 我看到它是一個蝴蝶 是的 是的 膝蓋的重多重重 這樣就可以向後咬得更加自然 是的 其實這個ZERO 除了是它原無導出這個模型之外 有沒有其他創出過 雙類似這個模型的產品 無形就沒有 但其實如果就ZERO來說 無論Bandall也好 VZERO也好 都一定會出的 坦白說只要有買到這個超人的訊號 ZERO是跑不掉的 因為它在日本的受歡迎程度是非常之高的 哦 我自己就很少看超人 嗯 但是這尺我都覺得蠻型的 是 擺出來也很有氣勢 或者是在這邊 我都 玩爛了就進入Brian's show 哈哈哈哈 那 本身其實一般的可動都在這裏 那些肩甲位啊 本身這個 上臂的橫切啊 又或者是 手掌啊 對 他飛行的時候 都有一個 因為始終上了色 我真的不敢 好大動作 去表現他的可動性 那麼 後面也都 就著飛行形態的時候 可以看到他的背囊的外甲 是可以向上移動 就真的挺像Ironman的 哎 抱歉 嘩 今天非常之開心 這個任何情況的事都會發生 看到整隻東西是很sharp的 那就多一句啦 如果有興趣的 亦都可以直接買回 這一盒 是否暫時未有豪華版主 ZERO 應該只有這個版本 好 那價錢就 在這間 傳說中的SEVEN 就賣488 那麼 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在其他地方 最好當然是來SEVEN 買啦 那就可以自己 弄回一隻屬於自己的ZERO 先玩這麽多 好 多謝 拜拜 大家一起說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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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Ricky又贊助了 多謝你 多謝Ricky 另外 另外,有師兄稱讚,很喜歡介紹模型環節 謝謝 但是德哥答應了,今天爆一隻Metal Robot死神 很險,這東西放在Walker,但現在我們過了往國 不要緊,有另外一隻剛剛新鮮熱辣的Figma 跟大家介紹